中国的北京是历史上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 如今又举办冬季奥运的城市 尽管欧美的抵制声浪不断 但中国依然有许多人民 殷切期盼这一次盛会的到来 这个是我收藏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 就是所有中国队的奥运金牌冠军的签名 这是张文泉 他是一名资深的奥运迷 他屋子里堆满了高达5000多件的奥运纪念商品 都是他长年来的战果 为了几张餐卷饿肚子这样的行为 背后其实倒出了奥运文化 在中国民间的深刻影响 至于北京官方会为本届 东澳带来怎么样的色彩 也令外界无比好奇 环宇新闻刘千文总和报导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合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脉动 中文字连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